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玄宗是大唐王朝的掌舵人 对他来说家事 国事和天下事是纠缠在一起的 因为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性质 决定了唐玄宗的家事 同时也是国事和天下事 他的后宫问题处理好了 就不会出现后宫干政的乱象 他的儿孙问题处理好了 也关系着大唐王朝江山设计的平稳传承 唐玄宗是皇帝 同时也是一个大家长 对他来说家事无小事 那么他这个大家长 是如何处理后宫问题和儿孙问题的呢 陕西师范大学于庚哲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开元盛世上部第三集 家事国事之谜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李隆基 怎么看待女性专政这个事情 这是他统治初期最重大的问题之一 第二一个问题 与此相关联的 刚才那个可以说是后宫问题 那么与此相关联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儿孙的问题 你要知道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 才能保证李隆基后院不起火 所以这两个问题非常的关键 下面呢 我们看首先第一个问题 怎么样解决后宫的问题 你要知道李隆基的政治生涯的前半阶段 是在不断的与女人斗争的过程当中过来的 你看他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件事 第一件大事干什么呢 就是铲除为皇后 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集团 铲除掉这个集团之后 再下一步 他就是跟自己昔日的盟友 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作对 然后呢 又铲除了太平公主集团 有人可能就要问了 你说这个李隆基他怎么前半阶段 他老跟女人过不去 说实话 这个事啊 怎么说呢 他是一个有时代背景的问题 你要知道啊 自打唐朝出了一个武则天以后 唐朝妇女 参政义政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这在我们现在看来当然是好事 但是在那个年代 在那些正统的儒家士大夫眼中看来 那这简直是乱了刚常了 你看武则天以后 接二连三的涌现出女性政治家来 可以说这些女人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有一个武则天 很多人都想效法武则天 而这一点也为当时正统的儒家士大夫所不容 这其中啊 持这种政治观点呢 就包括李隆基 所以李隆基就跟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这个斗争 最后他通过战胜太平公主 使得自己开始真正的掌握了大权 成了一个真正的皇帝 然后紧跟着令人无奈的是 他与女人的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 他下一个斗争对手 竟然就是他自己的结发妻子 很无奈的事情 他的政公皇后 王皇后 王皇后这个人出身于太原王室 早在李隆基还是林兹王的时候 就已经被礼聘为王妃 可以说两个人是一起奋斗过来的 王皇后呢 虽然是太原王室 在中古时期太原王室乃是名门之望族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怎么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 再大的家族啊 也有那个不起眼的分支 而这个王 王皇后这一家恐怕就属于一个不起眼的分支 家底啊 看起来啊 不那么深厚 不过话可说回来 那阵啊 怎么说呢 李隆基啊 也并不得意 你知道李隆基早年间曾经是楚王 结果后来被降为这个林兹王了 楚王是亲王啊 林兹王是郡王啊 那么什么时候把他降为郡王呢 就是在他母亲死了以后 后来这两家就联姻了 可以说 此时 夫妇两个人 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王家家底很单薄 单薄到何等程度呢 这个王皇后的父亲呢 叫王仁角 这个人为人很不错 有一次李隆基要过生日 结果呢 这位老丈人想给女婿表达点心意 一摸钱包 没钱 没钱咋办 这位老丈人竟然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紫瓣臂 这是一种衣服 叫做瓣臂 紫瓣臂脱下来 换了一斗面 给李隆基做生日汤饼 什么叫生日汤饼 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那个长寿面 你瞅见没有 有多窘迫 一斗面 尚且要把衣服脱下来 要去换 而这个王皇后后来在李隆基与这个维皇后 以及安乐公主展开斗争的这个阶段内 这个王皇后可以说对李隆基帮助甚大 帮助李隆基不知道出了多少的主意 所以当李隆基胜利之后 就正式策立其 为政公王后 按理说这些事挺好 对不对 顺风顺水的 但是对于王皇后来说 他有一个重大的隐患 第一 李隆基爱妃众多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 哎呀 这个恐怕是一个对王皇后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怎么呢 王皇后没有生育能力 始终没有生子 你要知道这一点对于一个皇后来说 这是令他非常不安的一件事情 古代 母平子贵 你的位置要想稳固的话 必须得用皇子来做支撑 但是可惜的是王皇后此时没有 而恰恰 他的那个对手 有 他的对手主要是谁呢 当时 当时他的主要对手就是武会妃 武会妃特别的受宠 而且武会妃很能生养 前面虽然生了连续生了三个孩子都夭折了 但是 从李茂开始 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那个兽王李茂 从李茂开始 这些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尤其是那个李茂 特别受唐玄宗的喜爱 在这种情况之下 王皇后觉得自己的地位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王皇后后来情绪变得是越来越急躁 他经常对唐玄宗皇帝口出不逊之言 也经常跟唐玄宗身边的人进行顶撞 这件事让唐玄宗感觉到特别的厌恶 因此唐玄宗那阵就已经开始有了要废后的念头 不过好在王皇后这个人有个啥特点 王皇后虽然这阵情绪比较急躁 但是王皇后有个好处 就是对后宫的其他的妃嫔态度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待人比较好 后宫的妃嫔比较服气他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说唐玄宗就暂时的把这件事算是给摁下去了 唐玄宗李隆基的少年时期 执掌大权的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 极致他长大 又有上官婉儿太平公主等女强人干政 所以唐玄宗一生其实是非常在意女性干政的问题 她虽然不喜欢王皇后 最后还是打消了废掉皇后的念头 但王皇后接下来做的一件事情 去让唐玄宗警觉起来 最终还是下定了废后的决心 那么王皇后究竟做了什么 让唐玄宗看到了她将来有可能干政的端倪呢 但是对于王皇后来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的情绪越来越急躁 我估计啊 王皇后此时 脑子里总在想起另一个王皇后 哪个王皇后 唐高宗的王皇后 您可不要忘了 唐高宗的王皇后 也是原配 也是吴子 最后也是败在了一个姓武的女人的手下 因此对于这位王皇后来说 她恐怕想的是 历史千万不要在我身上重演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老是这样闹 老是这样闹 结果到最后呢 唐玄宗就觉得烦得不得了 唐玄宗就开始正式的谋划要废后 他找了一个大臣叫做江角 让江角来一块帮助自己出主意 结果没想到江角大嘴巴 嘴巴不牢 他把这消息给泄露出去了 结果这一泄露出去 一下子把唐玄宗搞得非常尴尬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废后乃是大事 对不对 起码要在舆论上 要在人事上要做好安排这个事 才能提上正式的提上日程 可是我现在八字没一撇 你就给我泄露出去 因此唐玄宗下令把江角 杖六十免官赶走了 那么王皇后听说此事之后 王皇后当然非常的伤心 王皇后跑来向皇帝哭诉 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说陛下独不念 阿忠脱子半壁一斗面 为生日汤饼烟 啥意思 回忆往事 陛下 你就是不念咱俩的夫妻之情 你难道不念当年阿忠 阿忠是谁 阿忠就是他父亲王仁角的小名 你不念当年阿忠 把自己的子半壁脱下来 换面粉给你做生日的面条 你都不念这个情分吗 你要知道这句话算是把唐玄宗给打动 为啥呢 唐玄宗与他的这个老丈人王仁角之间 这个翁婿关系处的是相当不错的 还是比较有感情的 此时王仁角已经去世了 因此说这个话算是打动了唐玄宗了 史书记载说 说上岂然敏之 而余恩获言三载 也就是说皇上听了之后 也觉得 哎呀 觉得蛮可怜的 因此王皇后由此皇后这个身份得以再延续了三年 但是问题在于这也不过就是延续而已啊 王皇后此时已经是继无所出了 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 她越来越觉得岌岌可危 所以这时候她继无所出 她干嘛呢 她竟然想到要求助于巫术 她有个哥哥叫王首义 她找到了她哥哥 让她哥哥帮她想办法 结果这王首义也不知道从哪搞来一个什么叫做什么 祭北斗法 搞了一番神奇鬼怪的这个巫术之后 完了之后还搞了一块霹雳木 这个霹雳木上写上皇上的名字 让王皇后随身佩戴 就这还不算完呢 还有一句祝愿词 大家看看这祝愿词是怎么说的 这可要了命啊 后有子与则天比 我的那个天呢 不但要祈愿让王皇后能生儿子 而且希望王皇后日后的地位能跟武则天相提并论 你要知道对于唐玄宗李隆基来说 他前半生特别警惕的 或者说他的一条底线就是要防止女人专政 要防止再出现第二个武则天 结果怎么着 现在我的皇后竟然自己祝愿自己说 说要与则天比 你要当武则天 那意思就是你要推翻我礼堂 不就这意思吗 所以说当这个消息泄露出来之后 唐玄宗是勃然大怒 这下子王皇后的命运 这下子奠定 谁也没办法改变 唐玄宗下令将王皇后废除掉 然后王首一被刺死 当年十月 王皇后就郁郁而终了 王皇后被吠 大唐王朝母仪天下的中宫位置就空了出来 谁也没有想到 唐玄宗终其一生都没有再领皇后 所以当时受到唐玄宗重信的吴会妃 就看到了正位中宫的希望 他主动运作 希望唐玄宗立他为皇后 而唐玄宗的做法 是把此事交到朝堂上去讨论 结果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 那么大臣们反对例如 会飞为皇后的理由 是什么呢 但是 你要知道 皇后这个位置 那可太诱人了 对于后宫的女性们来说 那这个位置是梦寐以求啊 你不想力 不代表着后宫女人们不想 尤其是吴会妃 吴会妃啊 与王皇后是死对头 这下王皇后被扳倒了 吴会妃当然非常高兴啊 而且 她觉得自己手头有王牌 谁呢 就是那个李茂 李茂这么受皇帝的宠爱 对不对 所以吴会妃就有了 立自己为皇后的这个念头了 她正式的向皇帝提出了 请求 而皇帝把这件事交给大臣们去讨论 大臣们当中对此颇有反对意见 比方说有一个示意室叫做潘昊礼 潘昊礼就坚决的反对立吴会妃为皇后 这个潘昊礼这个人咱们值得说一说 这个人呢 是一个清正廉洁之人 而且是铁骨铮铮 有骨气 当年她曾经担任过这个唐玄宗的兄弟 宾王李守礼的长使 这个李守礼啊 没多少文化 爱齐恋 爱游玩 为了劝阻他 不要去践踏老百姓的这个农田 潘昊礼甚至能躺到宾王李守礼的马蹄之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回关于武会妃立不立皇后这件事 潘昊礼态度非常的坚决 他给皇帝上了一封很长的奏折 反对此事 这个奏折很长 我们呢 简期中重要的来看一看 看他有什么样的理由 他的第一个理由 武士是武则天的后代 他首先就把这一点给指出来了 潘昊礼是怎么样说的呢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父母之仇 不共戴天 启德欲以武士为国母 你瞅着没有 这家伙真是开门见山 第一句话就直进你的内心 你可千万不要忘了 你的母亲是怎么样死的 你的母亲是死在武则天的手下 你现在怎么能让一个姓武的女人来当你的皇后呢 你就是选皇后 选新皇后 你也得看一下娘家背景吧 对不对 什么人都可以 姓武的不行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此事乃张月之阴谋 张月乃是唐玄宗前妻重要的一位宰臣 张月这个人呢 自武则天时代就很有名 就是一个重臣 而且这个人才高八斗 以大手笔而著称 外号叫大手笔 但是张月这个人呢 有一个问题 他这个人为人性格暴躁 而且比较贪力 早年间他很受唐玄宗的信任 可是他滥用了这一份信任 后来唐玄宗要去泰山封扇 让张月负责拟定一份随行者的名单 你要知道 自古以来 泰山封扇乃是顶破天的大事啊 那要能跟着去 简直是无比的荣光 那要不能跟着去 那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一件事情 我说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您千万不要忘了 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坛是怎么死的 司马坛就是当年汉姆帝去泰山封扇的时候 随行者名单里头没有他 结果气死了 就是这样 你就可见人们对这事多么的重视 更何况 凡是跟着去的人 回来之后都能够加官进爵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积极 想跟着去 那么你定这个名单 你定一个随行者的名单 这就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这任务交给了张月 没想到张月 怎么呢 动私心了 他在这里边照顾亲旧 这件事引发了朝野上下极度的不满 到后来很多元老众臣联名弹劾张月 说张月贪赃枉法 以权谋私等等 唐玄宗后来命令张月在家反省 这就准备要办这个张月 结果后来还是高丽氏在唐玄宗面前求情 因此唐玄宗下令 只是免去了张月的宰相职务 但是此时潘浩里把张月拉出来说事 这件事情 我觉得潘浩里 可能说的不是事实 因为张月此时已经被免职了 对不对 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 武惠妃还有胆量去联合他吗 那不是越搞事情越糟糕吗 我估计也就是潘浩里想把武惠妃这个事 跟刚刚发生的张月事件联系到一起 用来引发唐玄宗皇帝对这件事的不满 所以才这样说的 这是潘浩里的第二个理由 那么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 动摇现任太子之位 你要知道 此时 唐玄宗的太子是李英 李英是唐玄宗第二个儿子 他的生母可不是武惠妃 是赵丽妃 所以说潘浩里当即就指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说 且太子本非惠妃所生 惠妃父自有子 若惠妃一登臣吉 则楚位十恐不安 这句话也说到点子上 你一方面这边立李英为太子 这方面让武惠妃当皇后 那么请问一下 太子位还能保得住吗 这后宫还能安宁吗 这几个理由一出来 唐玄宗觉得有理 由此就把武惠妃立后这件事算是给搁置下来了 这件事对于武惠妃来说 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但是仔细的分析起来 我觉得这恐怕一切都是唐玄宗的既定的安排 什么意思 我怀疑唐玄宗根本就没打算真正的要立皇后 武惠妃一门心思想当这个皇后 她是不好意思搏武惠妃的面子 因此就要找个台阶下 而潘昊里的这个反对意见 这份奏章就成了他的一个极好的台阶 说实话 如果皇帝立后的决心比较大的话 一指奏章就能让他打消念头 恐怕我觉得这事不大可能 这种事情在历史上那是不乏先例的 咱们举一个例子 汉高祖时期的事情 汉高祖刘邦 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汉高祖刘邦的皇后是谁 是吕后 但是建国以后 汉高祖比较宠爱的后妃是七夫人 七夫人生了个孩子 是这个如意 而此时的太子是谁呢 是吕后所生的刘盈 这个刘盈啊 从个人能力上 性格上来说 的确不是个当皇帝的料 而如意比较受宠 这个如意据说是聪明伶俐 结果这个时候七夫人就开始动念头了 怎么呢 他要求废太子刘盈 而改立如意 结果汉高祖刘邦听从了七夫人的劝告 进行准备了 此事也在朝野上下引发了激烈的反对 但是皇帝看起来意志非常的坚决 吕后这时候急得不得了 而吕后就想办法 这该怎么办 有人给他出主意 找张良 结果吕后跑去找张良 让张良给出主意 张良说 哎呀 现在看这个态势啊 皇帝要换太子的这个决心非常的坚决 很多人去劝说都没有什么效果 这个时候要想劝动皇帝的话 我觉得恐怕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找那种皇帝特别服气的人来劝说他 那么谁皇帝特别服气呢 整个朝廷当中都没有这样的人 张良想到了四个人 商山四号 什么叫商山四号 据说这是四位非常有德行的这个老人 这四个老人呢 天下文明 是著名的大贤士 但是在秦朝暴政的时期 他们为了躲避暴政 隐居起来了 等到汉朝建立之后 汉高祖刘邦多次派人进山去邀请商山四号 出山辅佐他 但是商山四号听说 说刘邦这个人呢 做事全无礼数 那是刘邦这个人 大家也知道 那是乡村出身 受的教育程度也不高 因此做事 那的确是没有什么礼数 商山四号认为他无礼 所以呢 拒不应征 而张良就决心 这件事非得搬出商山四号来不可 因此张良主动的去找这四位老人 有一天 汉高祖刘邦请大臣们一起喝酒 这其中也包括太子刘邢 结果在喝酒的时候 汉高祖刘邦突然注意到 太子的身后 跟着四位师发皆白 先锋盗鼓的老人 结果 刘邦就问了 说是 你这四位老者 是谁呀 结果 这四个老者走上前来 各报姓名 原来是商山四号 这下子 刘邦大惊失色 哎呀 原来是您四位 您四位隐居这么多年了 我多次 派人去请您出山 您都不来 怎么今天突然出现在我儿子的背后呢 这时候商山四号回答说 说太子 仁孝 天下之名 大家都愿意跟随他 酒宴完毕 商山四号 告辞 归山 汉高祖刘邦 看着他们四个人的背影 对着身旁的欺负人 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我欲意志 比四人为辅 羽翼已成 难动 哎呀 我是想换太子 但是你看 现在太子身边竟然能请来这四个人辅佐他 由此可见 太子羽翼已经丰满 动不得了呀 就这样 把欺负人的念头给压下去了 其实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 汉高祖刘邦 根本就没打算真的换太子 只是欺负人一味的要求 他不好搏欺负人的面子 因此就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台阶 而张良的聪明就在于 他知道谁是最合适的台阶 最后给皇帝把这台阶找来了 皇帝由此 这才能把这件事顺利的给摆平 因此我估计 唐玄宗皇帝 他所使用的就是汉高祖的固制 那么唐玄宗这一生后宫问题解决的究竟如何呢 应该说解决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在他统治期间的确没有出现过后卫干政弄权这样的事情 的确没有 即便是杨贵妃 杨贵妃那么受宠 甚至杨贵妃的兄弟都因此而当了宰相了 即便如此 你看杨贵妃本人 他也不是个弄权的人 纵观唐玄宗的一生 他在后宫问题的处理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在唐玄宗统治期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后卫干政的现象 即便后来的杨贵妃 唐玄宗对他可谓是三千宠爱在一身 但杨贵妃也没有干政弄权 而后宫无事 唐玄宗的家事可以说已经解决了一半 因为他的家事中还有儿孙问题需要关注 谁将来会继位 会不会出现儿孙夺敌的现象 这些都是需要唐玄宗考虑的问题 那么唐玄宗又是如何处理儿孙问题的难 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 开元盛世上部第三集 家事国事之谜 说完了这个后宫问题 我们下面要来看一下子孙的问题 你要知道唐朝的前期的政治史上 后宫引发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子孙的问题 子孙起来夺权的事情 那是屡见不鲜 所以对于唐玄宗来说 要想保证后院不起火 除了后宫之外 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些儿子们的问题 尤其是到了开元十三年左右 他的儿子们陆续已经开始长大成人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要怎么样子解决好我的儿子的问题呢 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和他解决兄弟问题的办法 几乎是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他要从时间空间上都要把自己的儿子们给控制起来 他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让儿子们集中居住 结果这下子有意思了 唐朝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么一处设施 什么呢 叫做石王宅 当时唐玄宗在安国寺附近找了一处地方 给设置了一个大院 这个大院被称之为叫做石王宅 他命令自己的儿子们全都到这个石王宅当中是集中住宿 不要再自己在有私底了 你们都集中到这个石王宅当中来居住 当然了 给的条件是非常的好的 房子修得很豪华 条件非常的优越 然后让这些皇子皇孙们都到这里边来居住 派自己的宦官和宫女到石王宅里边去伺候 这些石王每天都要按时的向皇帝来请安 而且皇帝还特别注意 把控石王宅的财权 给这石王应该说生活待遇是非常优厚的 但是对不起 支出财权全部掌握在我的手里边 也就是说等于是把这些自己的儿子们给控制起来 随着时间往后的发展 逐渐的唐玄宗当了爷爷了 又有了孙子了 那么怎么样子解决孙子的问题呢 他采取的方法跟解决自己的儿子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 怎么呢 又设置了一个叫做百孙院 你听听这名称 就在石王宅旁边 让这些皇孙们也集中居住 集中教育 甚至于每年冬天 他不是喜欢到华清宫去避东吗 每年冬天他去华清宫 这一去就是小半年时间 他还不放心 他命令在华清宫那个地方 也搞了一个叫做石王宅百孙院 仍然要把这些皇子皇孙们置于自己的看护之下 这些皇子皇孙们自小 从此以后自小就在这个大院当中生长 一举一动都被唐玄宗看在眼里头 李隆基对自己的儿孙们的控制 成功不成功的 就他的控制的初衷而言 他当然成功了 他不就是不想让这些儿孙们夺权吗 的确是 在他统治的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边 没有发生过儿孙夺权的这个事件 的确没有 即便是后来那个马维波兵变 说实话 马维波兵变到现在看起来仍然是扑朔迷离 太子李亨究竟有没有参与这件事 那还两说呢 在我看来啊 那恐怕就是特殊时间的一个特殊事件 李亨应该说是应急而变 他不大可能是这件事的这个主谋者 虽然说李隆基对自己的儿孙们的控制 应该说是比较严格比较成功的 但是我要说他恐怕在儿孙问题上问题也非常的多 有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继承人的问题 在继承人问题上 唐玄宗可以说是昏招蝶楚 刚开始是李英 太子李英 结果后来呢 太子李英被他给杀了 被杀了之后呢 那你倒是立那个礼貌啊 你不是特别喜欢礼貌吗 朝野上下都知道你最喜欢的是礼貌啊 你倒立啊 这时候唐玄宗的心思啊 王王是出人意料的 他非常出人意料 怎么呢 他觉得礼貌这个人呢 语意过于丰满 他反倒不想立这个礼貌 因此就把这个事又给搁置下来了 当时可以说举朝上下大跌眼镜啊 大家都以为要立礼貌 结果没立 即便是后来的这个太子李亨 大家也知道 这李亨啊 那太子当的那叫一个憋屈 随时随地被皇帝监控着 太子应该说日子过得非常的不轻松 太子一直都当了爷爷了 自己都当了爷爷了 就这样才时刻被自己的父亲给监管着 所以这我们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后来马维泼兵殿以后啊 李亨当了皇帝 后来为什么对这个唐玄宗啊 有那么多不孝之举 这点上来说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理解李亨的所作所为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导致儿孙们能立地下 什么原因呢 就是你让这些皇子皇孙们 整天生长在深宫大院当中 不去接触社会 不去见阳光 所以这些皇子皇孙们 他们的人生观 他们的社会实际经验 相对来说就比较的欠缺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说皇帝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 多少个王朝都是这样的规律 更何况唐玄宗这种做法 把这些皇子皇孙们 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给监管起来 我们也知道 虽然说唐玄宗到后来啊 这个规定说是皇子皇孙们 到了一定年龄 可以搬出去居住 但是你要知道 一个人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他的行为做事的能力 主要是青少年时期奠定的 已经成形了 你把它放出去 还有什么用呢 史书上记载说 说是这个皇子皇孙们能力啊 的确是比较的低下 当时是这样说的 玄宗戏成诸侯王之国 任势率多交俭 不奉法度而人受其害 故开元之后 皇子皇孙虽和封建之命 未尝离阿宝之手 细无出宫阁认清大夫者 也就是说 唐玄宗为了把这些儿孙们控制起来 所以就让他们自小成长在大院当中 始终不离保姆之手 不放他们出去外任 不给他们实际锻炼的机会 到后来即便是给了他们任命一个 放个外任 让他们出去担任个刺史什么的 还时刻的叮咛他们 怎么呢 就说你们不要管事啊 把当地的政务交给你们的副手 交给那些长使 交给那些司马去处理 你们自己不要去管啊 所以你说 这样这种情况之下 成长起来的皇子皇孙们 他们的能力能值得信赖吗 也因此史书评价说 说这个举措太不治 是这样评价 你看这史官的评价 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到位 你为了搞这样的一个制度 把皇子皇孙们给控制起来 而且更要命的一点是 唐玄宗死了以后 这种政策还被其他的皇帝 所继续的延续下来 这下好了 宗室倒是不作乱了 可是也没能力了呀 因此一旦国家有难 你想让这些皇子皇孙们挺身而出 独当一面 对不起 做不到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 你可以看一下 唐玄宗后面那些皇帝 可以说能力都相当的欠奉 比方说唐宗宗 比方说唐代宗 唐德宗 都属于那种 怎么说呢 能力一般 但是往往有着一种 怎么呢 不切实际的想法的那样的一种人 要我说 他们这种能力的欠缺 恐怕与唐玄宗的这个政策 应该说是密切的相关 第三一个问题 导致宦官势力的崛起 安史之乱之后 唐朝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除了藩镇割据之外 就是宦官专权 唐朝也由此发展成了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之一 你要说这个事情的源头的话 恐怕就要跟这些石王宅百孙院密切相关 你要知道 这些石王宅百孙院里面成长起来的皇子皇孙们 他们自小最亲近的人 除了宫女就是宦官 自己长大以后宫女靠不上 所以办事就经常委托宦官 由此宦官的势力发展是越来越大 也由此到最后伟大不掉 形成了宦官专权 由我们刚才所讲的后宫问题和子孙问题来看 唐玄宗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变得稳固 为了不让后院起火 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这些措施在当时看起来应该说是行之有效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摁倒了葫芦 起了瓢 疑患重重 下一讲我们将讲述一下 唐玄宗早期的两位贤相 姚宠和宋景的政机以及他们的下台 我们从他们的政机能够看到开源之治的那种力经图治的那种精神 从他们的下台 虽然说下台对于姚宋两个人来说是个人的不幸 但是仍然从当中能够看得出唐玄宗是怎样一种历经图治 又是怎样以大局为重的那样的心理 好 谢谢